2023台南岩水月金港登节 今年主题城里的月光 集结了超过50组国内外知名艺术家 打造出声光装置艺术品 被封为是最美水岸登节 这次的春节廉价就吸进了超过40万人 只是就有人在脸书抱怨 说展区附近的老街流动厕所少 有人趁机赚观光材 开放自家厕所来收费 记者实际走访现场 看到一间砖瓦平房围墙跟屋子墙上 都贴了红纸鞋在观光厕所 一人一次30元 这很明显就不是公厕 不过花钱去上厕所的还不少 没有发现真的有游客去上吗 有啊有啊 我也会去上啊 因为有板牌很久 那那个只有一间可以用 其他的那个另外一间就很脏 公厕不够还很脏 所以即便觉得上一次厕所 30块贵了点还是宁愿掏钱 沿水区每年度的大活动 却被抱怨公厕流动厕所不够用 要方便却不方便 去公所表示其实有好几个点 这公所也强调公厕都有人定时清洁 只是春节这段期间游客爆料 才会来不及打扫 至于有不少流动厕所民众却不知道 相关单位可能要加强引导告示 才不会再引发民怨 让游客来赏灯逛市集 却找不到公厕而扫兴 华时新闻刘汉生 邱俊平许文男台南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品轩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华氏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